先一怒马少年时一举成名天下之 二十出头便已成名 年近四十依旧活跃在一线 我们上期介绍了五场 拨球用拳、腿、膝各种方式KO对手的比赛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继续拨球十大经典KO下集 直奔主题正式开启今天的赛事回顾 拨球十大经典KO第五位 2004年到2006年是拨球的巅峰时期 在此期间 他三度打进K1 WorldMax年终决赛 并且两度问鼎总冠军 而这一场对阵安迪苏瓦的比赛 正是2006年的年终决赛 那一天他们均已大战两场才会试决赛 体力消耗严重 安迪苏瓦面部还受了伤 K1四大天王 安迪苏瓦 波球 克劳斯 摩杀斗 四个人实力都是顶尖水平 波球与其他三大巨头纠缠多年互有胜负 在2005年的决赛 同样是波球对阵安迪苏瓦 结果是波球点数告负 时隔一年再度重逢 波球能否复仇 双巨头能摩擦出什么火花 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种种看点让这场比赛注定成为经典大战 八人赛不确定性很多 有人说不公平 一问决赛时波球还是满血状态 而安迪苏瓦面部已经受伤 其实能够满血进入决赛 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安迪苏瓦反倒第一回合看起来更主动 站在场地中央的位置 用精准的拳法定点打击 波球也用擅长的扫踢不停骚扰对手 随着安迪苏瓦打出一记上勾拳 首回合比赛结束 二人碰拳互相质疑 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二回合 波球用刺拳不停的突击 安迪苏瓦的面部 让本就伤痕累累的脸颊变得雪上加霜 比赛继续 波球挥出右手摆拳 身体下沉 安迪苏瓦大意了 没有闪 波球左手突然一拳直击安迪苏瓦的下巴 安迪苏瓦迎来一次都秒 比赛继续波球继续用刺拳与腿法控制的节奏 安迪苏瓦执意拼内围 第二回合即将进入最后一分钟 波球连续精准的右手上勾拳 命中安迪苏瓦 安迪苏瓦很不幸迎来第二次都秒 安迪苏瓦不甘心选择继续比赛 可几秒钟之后被第三次击倒 裁判回首 比赛就此结束 伟大的对手才能成就伟大的胜利 赛后波球趴在教练怀里哭得稀里哗啦 波球也凭此拿到2006年K1 WorldMax世界王者 波球持大经典KO第四位 时间来到2010年 波球在东京与托比伊玛达相遇 话说这个托比伊玛达是一名综合格斗选手 截止到2010年 他已经打了近40场MMA比赛 他在2010年突然开始打踢拳赛事 并且这场比赛前托比刚刚战胜了安迪苏瓦 赢了安迪苏瓦就打波球 这名MMA出身的小伙胃口不小 这是想一口气灭掉K1两大天王 托比抢腋下的技巧娴熟 一看就是MMA出身喜欢缠斗的选手 随后又一个被摔给波球一个下马威 波球随后施展自己最擅长的扫踢 一时间把对手当成了一棵香蕉树 没几下就把托比踢得单膝跪地 托比拳头猛锤地板 心一横一拳一拐的决定继续比赛 比赛继续拨球继续强劲地扫踢 专攻对手下盘 对手摇摇晃晃 双腿难以支撑 迎来第二次独秒 顽强的托比仍旧选择继续比赛 首回合铃声拯救了他一次 首回合结束时 托比被踢得跪在地板上 缓了好半天 所有人都以为比赛结束了 可托比仍然坚持继续打第二回合的比赛 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着都疼 不得不说 托比也是条汉子 被踢得站都站不稳 还在找机会还击 在波球猛烈的扫踢攻势下 托比迎来了第三次 第四次独秒 顽强的托比一拳一拐 仍然选择死磕 终于在又一次被波球踢倒后 再也站不起来 裁判挥手叫停 波球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长输一口气 波球的腿法犀利 托比也输得不难看 是条汉子 波球十大经典KO第三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时间来到2013年 波球来到西班牙马洛卡 这场比赛 波球的对手是大卫卡尔沃 可能是对手的裤子不合适 没打几下就要提一下裤子 第一回合还没过半 波球接腿后连续两个百拳击打了一步 送给对手 依次独秒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比赛继续 对手愤怒的飞出一记顶息 结果飞了个寂寞 波球顺势又是一拳击肋 对手表情痛苦 跪在立台 头顶地板 裁判健壮 随后终止了比赛 波球时大经典KO 第二位 时间来到2018年 昆仑爵第69期 70公斤级超级战 波球与绰号刚果雄狮的艾曼相遇 这里还有一点恩怨 2017年的时候 艾曼就大战过波球的大弟子苏波邦 苏波邦仅凭借微弱点数优势取胜 当时苏波邦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波球 徒弟比师傅排名高 而徒弟又打得这么费劲 那年事已高的波球又会表现如何呢 艾曼1米83的身高比波球高了许多 比赛继续 面对成名已久的波球 艾曼丝毫不拒 重拳不断发力 采取压迫性进攻 老当义壮的波球毕竟久负盛名 面对黑马艾曼 波球显得很轻松 并且利用自己的技巧 尝试打乱艾曼的节奏 第一回合进行到2分06秒 波球突进后 一记结实的前手拳 直击艾曼的下巴 艾曼脚跟不稳 随后倒地 慢动作来看 这一拳的力量与精准度都非常足 艾曼摇摇晃晃 赌鸟秒结束后 也没能恢复战斗力 比赛只能结束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小插曲 刚拿到诸神之战冠军的 马拉特格里格里安 也上台祝贺波球 两个人表示也想干一架 这一切都被底下扮演吃瓜群众的 另一位泰拳传奇 亚桑克莱尽收眼底 波球十大经典KO 第一位 这一场比赛是波球K1生涯 最快的一场KO 时间发生在2006年9月 对手是肉护大树 肉护大树曾拿到WMC周际冠军 职业生涯高开抵走 气势很凶 赛前波球这无处安放的小手 对手咬牙切齿 恨不得直接撕碎波球 比赛开始后 肉护大树也拒绝撞拳 直奔主题 患家一波流 大树火力全开 想一口气吃掉波球 密集的击打 没有对波球造成困扰 首回合刚过15秒 肉护大树小碎步上前 波球顺势一拳迎击 把对手拍倒 上帝视角俯视对手 更是增添了一些霸气 对手已无力再战 比赛就此结束 波球一跃跳上围绳 开始庆祝胜利 兴奋之情 一于言表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连续分享十场 波球 经典赛事 对于一个风光数年的拳手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未来有机会再一同与大家分享 波球的比赛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进行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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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感谢观看